为了照顾成年的身心障碍者 南投县麻烦小天使协会 突破许多困难 提供工作训练 以及社区参与等等服务 这次在热心业者协助下 开设烘焙课程 期望让这群麻烦天使学记忆 从中获得自信 以及创造智力更生的机会 未来可以走向人群融入社会 从打蛋开始 倒加入果汁调味 每一项程序 对身心障碍的学员来说 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尝试 老师也是分外的细心亲自指导 希望学员们能够熟记每个步骤 另外指导老师 也将园区的香草植物 融入烘焙课程当中 展现出不一样的主题特色 这次是一个记忆性的学习 主要就是让园区的方向问寿局 还有百合林芝 融入在食材里 那做出就是演练的夏天 比较方便食用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 主要是针对我们学员的初学者 过去可能没有这些做料理的经验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他们融入课程里 那对于未来就是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家庭 可以跟家里的长辈互动 也可以就是未来在社会上 是可以真正来操作 还有就是他们未来生活的规划 南投县麻烦小天使协会 为了让已成年的麻烦天使 有安顿的地方 并且透过反复学习 培养工作职能 除了筹建天使家园之外 也在热心烘焙业者的协助下 学习烘焙课程 培养学员不一样的兴趣 以及工作能力 我们要让这个孩子 能够在生活上 能够学一些简单的烹饪 跟一些生活智力的一些技能 那同时也为他们以后的生活的技能 或是职业的训练部分 做一些训练 因为以后我们学会 会表现到中了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些他们学习的技能 可以跟以后来参访的人 做一些融合的 比如说他来参访之后 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餐点 或是利用我们现地的天然食材 来做一些烘焙的部分 来跟大家来共同享用之外 也可以来做来做环保 跟有机的概念的推广 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些活动 那可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那借由上烹饪课程呢 希望以后我们远居成立的时候 那让他们学习一个自立的生活 那翻转他们的手心 那不再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人 一般认为说 他们只能靠别人去生活 那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以后去帮助到别人 才刚开始尝试的烘焙课程 虽然还没看到实质的成果 但经过协会的努力 学员已经学会了种植蔬菜 制作泡菜 以及制作花生糖 茶包等等产品 协会希望民众多多采购学员们生产的产品 除了肯定身心障碍者的付出 同时也让学员能够拥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以及进步的动力